你看人家里奈想的 往上想的 多久就先抢主卡 再决定加倍不加倍 高端赛制斗地主啊 伤心的时候 陪她去老公 去纽约库 去轮通库 去巴黎库 你说这点破钱 让你赚的 脚头伤酷的 你看张大的 这多厉害啊 活想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我就说 妈呀 不用看到严和祥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哈哈哈哈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得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龙 在你右边再画一个 太虎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 太虎 在你右边再画个 龙 在你右手上比过一个 龙 左边右边 太虎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龙 只像咱要的太虎 大家好啊 我是王建国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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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只是造型帅 但搞的并不怎么样啊 刚才我一直在这个背上间 看我们这场节目 越看越生气 主要就是生李旦的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节目 都被他改成比赛了 他今天他自己在家也不写段子了 今天蹲家里研究赛制 研究怎么能比的更激烈 这家给你能的 你咋不举办奥运会呢 就我现在参加这个破环节 主咖都说完了 又把我顿上来也是他出的主意 他想的一个什么高端赛制 你们刚才也都听到了是不是 就我现在说一段 如果表现的全场最好 那我们队的主咖 就是在本场获得的积分 就将会翻倍 你看人家李旦想的 往上想的 多久就先抢主咖 再决定加倍不加倍嘛 高端赛制斗地主啊 然后我也得到全场最高票 全场就200观众 但可是得了186票 就拿你这个赛制的话 就要不起 我告诉你 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嘎嘎一顿准备 上来说完 啥又没有 我有点吓进来 这些嘉宾我看着也来气 真的就宋芳金老师 号称是一个知名编剧 当年人家还出过书啊 叫这个给青年编剧的信 我当时就被触动了 我心想我正好是青年编剧啊 那前辈的经验我得学啊 是不是 看一封信能用多长时间 买 买回来一看厚厚两大本 我给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我已经是一个中年编剧了 用不上了 大哥你自己不编剧 你抢占市场的方式 是耽误我们的 马思春老师也非常的烦人 就是我们前面是有个真人秀环节 你们到时候能看到 就是我们第一季就 选手集结 啊都聚在一起 马思春当场就说了 说哎呀 经常看我们这个脱口秀大会 说最喜欢的就是护兰 最不喜欢的就是王建国 因为护兰的段子更高级 不是 你喜欢一个人就行 你带我带马儿呢 你喜欢一个人 还喜欢出优越感人 照你的说 那我最喜欢的是周冬雨 我拿护兰给你换的哦 欺负人 嗯 蛋壳是不是 表情贼拽 拿票贼赌啊 说话贼横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说你这个说唱 就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是不是 不就是说话快吗 就又没内容说话又快 就跟我小时候 我们村口那泼妇抹街 就一模一样呢 也是骂的都非常的快 为啥快 农忙啊 知道吗 就是就得赶紧骂完 赶紧就回去干活去 好多农作物 那啥时候栽培 啥时候施肥 那都是有讲究的 我们的土豆和地瓜 都under肥沃的ground 你 你对待这些农作物 你要有最基本的respect的 这么就 那根茎类的植物 那最怕的就是死根啊 这场还有一个狠角色啊 马叔老师 我看着你我就 没有别的想法 我就想直接给你跪下 真的 就求你就能不能就 赶紧淘汰 赶紧走行吗 我就怕你万一 跟我们哪个脱口秀演员 交上朋友 我们就全完了 就虽然我们是喜剧演员 但是我们也承受不了你这份 就是含笑九泉的友情 对吧 易姐是我们的队长 我们队长 就你们一个一个就过来 吐槽我们易姐 就也不吐槽别的玩意儿 就抓着人家架错两次 就这个事说的没完 这个事我必须得帮易姐说两句 但我确实也无话可说啊 就觉得我也纳闷的为啥呀 就连续两次架错 就婚姻有这么难吗 那易能进第二次不就加队了吗 那我们这个选手们就集合的时候 人家易姐也说话了啊 确实是说过他欣赏我 马世纯你看看 你不欣赏我 有人欣赏我 你眼光好 有人眼光不好 但是就是你们这个队伍给我们想的 这个CP名字是不是也太吓人了 我联想起易姐过往的种种 你以为我们叫这个异国他乡 你听着就好像是 就我犯了什么事要畏罪潜逃一样 对不对 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非要让我 在易姐和他乡之间做出选择 那我选择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看蒙奇奇当时那个微博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就这个什么凡尔赛文学写的什么 以后要挣很多钱 他们刚才也说了嘛 就可以在他老公伤心的时候 陪他去老公去纽约哭 去伦敦哭 去巴黎哭 你说这点破钱 让你赚的 狡兔伤哭的 好 人生挺高级的嘛 多少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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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 来了 你点的 什么玩意儿 言和祥 言和祥老师 言和祥老师现在能以一己之力 上各种大综艺节目吗 是能力强吗 当然不是 这是郭老师对言和祥的一种补偿 这个情节呢 我们以前经常在这个 经典的肥皂剧里面见过 就一句话概括就是 这里是500万 你现在马上离开我儿子 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我也是 你刚才提议说 我们的小狗文化病入等于是 我也很喜欢 很喜欢 我也是06年开始 听你们社团的这个相声 然后你现在不是缺搭档吗 咱们一合并是吧 你看我 其实我这些年跟着李蛋屁股 后面流血拍马 也算会捧跟 咱俩咱俩就组个搭档 咱俩说个相声 两个捧跟在舞台上 特别好 这相声就是没别的玩儿真的 对吧 就是嗯 对 嗨 不对 嗯 不对 相说的跟判卷似的 只有对和不对 我就 你们刚才说张大的油腻 我就在那观察 真的假的 一看确实油腻的 就令人发指腻的 都能滴出油来 我那看了一会我就觉得 如果我现在在开车 我身边坐着张大的 我就会特别安心 为啥呢 开到野地里车没油了 哎 你把张大的 跟发动机脸上 车还能再跑二百公里 对不对 张大的还是说 那许志愿老师 劝他多读书 别读了 张大的你肚子里 但凡要有点墨水 那也都是油墨 谈吐之间喷出点来 能直接用于印刷 你看张大的 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许志愿 许志愿老师 对文化的解读 你也别全听 就很奇怪的 我看许志愿老师说 人家寒寒写的文字 太浅显 太直白 让人没有任何 就阅读障碍 所以寒寒没文化 许志愿老师 这是个啥破标准呢 照你这个标准 世上最有文化的人 就是我老舅 我老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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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栓后遗症 他写那个文字 你快去看看去 全是阅读障碍 我老舅 抖手这个病 是怎么得上的呢 很辛酸啊 就我老舅 他是德云社的粉丝 特别爱听 郭麒麟和颜和祥的相声 后来这不是 基本就听不到了吗 活生生就急出了病来 再后来呢 他在综艺节目里 偶然看到了郭麒麟 病情才有所好转 可就在得知 综艺节目里 只有郭麒麟 没有颜和祥 之后 我老舅的病情 彻底好了 特别好啊 很健康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老舅啊 最近咋样了 就还抖手吗 我老舅说 哎呀妈呀 不用看到颜和祥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不愧是我老舅 看个综艺真的就有点危险 但你收看许志源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遭受这种痛苦 你会遭受到另一种痛苦 就是真的 总有人说 看许志源老师的访谈啊 尴尬的想 让他用脚趾头抠地啊 形容尴尬劲 形容的挺精妙的 但是你们不会 将心比心呢 对不对 你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地 那许老师就不想嘛 对不对 许老师为什么这么爱 穿人字图 抠地方便啊 你就比如说 你接受许志源老师的采访 聊到中途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你想用脚抠地 但是你穿了个靴子 哎 你就抠不着 许老师穿个人的图 抠起来那么方便 就有人说嘛 说许志源老师 看着没事访谈别人 怎么就在北京 开得起一个书店 那么大书店哪来的 都是许老师 一脚一脚抠出来的 别生气啊许老师 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啊 开玩笑的节目 没事没事 再说说 再说说 我的好朋友 雪芹啊 刚才那个闫老师 吐槽我俩 大概意思就说 我俩是什么商业CP 联手赚钱吧 没有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打成我俩这个CP 红了以后啊 我和雪芹就没有 一起拍过广告 没有拍过广告 我俩一次 一起拍广告都没有 就是为啥呢 就是怕观众反感嘛 你说大伙都挺喜欢我俩的 别整着整着 是吧 这本来就是盼着我俩奔现的 结果一看 我俩变现了 这不好 这不好 不能为了挣钱 啥事都干 啥话都说 这段话呢 就是圆缝不动 当场送给维亚 真的 就是你们这帮 他们这帮直播卖货的人 为了卖货 什么煽动性的话 都说得出口 你看李佳琦一张嘴 所有女生们 威亚一张嘴 威亚的女人们 咋的 世上的女的都被你俩分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问问 李佳琴到底你俩谁的 我决定以后跟谁过 是不是 想这场是半决赛了是吧 这一次我要是在侥幸入围呢 那就只剩下最终一战 胜利就在眼前了朋友们 我仿佛就能感觉到 又一个亚军的向我招手 拿习惯了拿习惯了 不拿不得劲 总拿亚军这个事呢 大伙也经常劝我 说建国你看开一点 这也是一种荣耀 这就好比奥运会 他们呢都是流水的金牌 只有你铁打的银牌 我说铁打的那叫铁牌 你说都给我发银牌了 好歹往里面搁点银呗 行吗 这都是什么银呢 金银这些个玩意儿呢 大司马老师他就研究的 就比我透彻 人家打勇气联盟专业打的嘛 常年奋战的这个金银断位 总之拨打黄金举 挺厉害的 你要知道就黄金上面 就没啥排名了已经 你看看银上面是金 金上面就只有铁金 钻石 大师宗师和王者嘛 就啥概念呢 就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的断位就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进地库了 那都不能叫断位 那叫车位 就这还好意思 号称自己战绩不错啊 赢的居多 你废话 你可不赢的居多吗 你一个专业运动员 你就混进幼儿园 跟小孩比赛跑 你还赢的居多 你输的时候是咋输的呢 你是没带腿吗 你就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啊 就是大司马 为什么 就说这六个字啊 就后面不用跟东西 就是大司马为什么 这六个字 你就能收到各种标题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的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为什么凉了被黑的嘛 为什么被黑打的菜嘛 为什么打的菜 人家怎么知道嘛 就大司马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他亲自上网问的 亏啥 你说我们就爱打游戏的人 对大司马这么多抱怨呢 因为大司马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误嘛 人大司马都有词 为自己辩解 技能扔偏了 这波不亏 被反杀了 这波不亏 卖堆友了 这波不亏 那你最后是咋输的呢 你这些波都不亏 为什么夹在一起就亏了呢 我就特别正正的望着你 你正正得赋了 队友被抓 你都帮弹幕骂你 大伙也看到了 跟人说你们就只想到了第二层 你们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说完完事了 那你是不是好歹解释解释 第五层到底啥意思啊 你就看到你那个队伍的比分啊 都凉透了 第五层为啥这么冷啊 第五层是平六层嘛 后来就因为像我这般愤怒的网友 出于对大司马的失望 把他的这些就是诡辩啊 剪成了鬼畜视频 发到了网上 大伙看完视频都疯了 纷纷表示这太逗了 真好看大司马因此翻红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罗湘老师 这事你不管管吗 我听到我都知道 就是游戏打的菜啊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对吧 但是这个事还需要劳烦法律不提倡吗 谁能提倡啊 和尚老师也是挺忙的我知道 一来我们这就讨论哲学家 一回去就跟人普及 狗咬了你 你能不能咬狗这种问题 对不对 嘴里说的都是苏格拉底 心里想的都是拉不拉多 别这样好不好 你为我们考虑考虑是不是 管管大司马啊 因为一会大司马要上台 您就抓住他 不让他上来 你就对着他一顿训斥 训斥完之后他能不能改 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上不了台 我就见急了 谢谢罗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让我吐槽综艺啊 这个张老师问我这个 饭碗还是 其实我确实不敢 不敢 你们不知道啊 总共我就没上过几个综艺 我跟人客客气气的 都不让我去呢 你还吐槽人家 更不让我去呢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 我就吐槽综艺节目啊 但是我不提就节目的全名 哎我不说全名 你也听不出来是啥 不得罪人是吧 有个综艺叫那个 乘风破浪的解什么门 呃 不是 不对 我只是提一下 不会吐槽的 对 不让你去 不要命 这样也不行啊 对吧 我还是能听出来吗 换一个啊 有一个节目叫做家务的男神嘛 咱就把菜坑打到 全打在这个照片的边框上啊 就是家务节目 家务这个节目 挺有意思 唯一的败笔就是 请了李淡去 他也不做家务啊 我就问过李淡 我说你好意思吗 你自己合计合计 就是做家务这三个字 你占哪个字 李淡说我占做家两个字 不愧是做家 真懂字 对这个科节目 我就只有一句话想说 就是他不做家务 我做 我做 做得可好了 考虑一下啊 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节目叫奇葩说 有人说 这回你咋不打马赛克呢 他就啥字 我打了你们 就真听不明白了真的 奇葩说呢 是一个辩论节目 可是他们坚持到今天 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乎去的人 会不会辩论了 你看程璐就在那个节目里 今后承认过 他不会辩论 辩论挺好的嘛 对于这种没有底线的节目 我只想说 我也不会辩论 你们依然可以考虑考虑 好不好 有人说呢 说王建国 你这个配教吐槽嘛 你这不就是一封求职信吗 我是真的不敢 我是真的不敢 因为我特别讨厌麻烦 我这一生都在讨不起麻烦 但是吐槽嘛 要不这样吧 我就是 我完全 不指定 就是节目的名字 我就说这一类综艺好不好 就说节目类型 这样就可以说点正经玩 你看就有的节目吧 整一堆年轻人 拿综艺节目 就放在一个地方集中培训 根据他们的表现 评出这个优良即可 很多 不是说喜欢才去的 去就是为了拼一个就业率嘛 选手一来 有的那节目来了好几十个 有来一百多个的 乌阳乌阳跟人才市场似的 都是来找工作的 过去说 评委老师你好 我什么也不会 请问我能干点什么 你说你能干点什么 你好像得会点什么吗 对吧 选出来之后不管是什么团 每个人都是担当 什么唱歌担当 跳舞担当 颜值担当 搞笑担当 一出点傻事 所有人都往后躲 哎呀我可没这个担当 我们葡萄大会就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的 这混乱 你看有这个新闻界的 有这个小品界的 歌唱界的 假唱界的 就是 李飞嘛 就是我们管假唱界的界的 李飞就贼狠真的 就一般假唱被发现的 就分几种情况 比如说 麦克风拿反了 被发现了 口气上对不上 被发现了 飞儿都不是 他是六号了 他就是 就这么拎这个麦克风 在舞台上正正出神 这嘴纹湿不动 但是舞台上 却回荡着他甜美的歌声 你说他当时 他咋想的呢 他就在那想事 在那 哎呀 嗯 这歌 哎 这歌谁唱的 咱那么好听呢 哎 听着好像是我唱的 呀 不对啊 我也没唱啊 后来 后来 后来就发现了嘛 就赶紧发现了 就赶紧开始对口情 但是一慌 忘词了 口情就没对上嘛 人在舞台上是很容易忘词的 这就不得不说说 提词器的重要性 你骂一路 陆姐妹真的是很容易挨骂的 你看这个金沙姐 对不对 在演员里 这个咔咔一顿演 演完就被张子怡骂了 说演员这个职业 难道是最低级的了吗 所有人都要来这分一杯羹 我们金沙已经快十年 没接到戏了 所有人都分一杯 张子怡我告诉你 我们金沙一杯都没分走 演丑就要饿死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别生气 说着玩呢 金沙其实也是有很帅的时候 真的就金沙有一首歌 被质疑是抄袭 但是人家马上就发微波说了 说这个歌啊 演唱的版权 姐买了 词曲演唱改编版权 姐都买了 姐可以唱 你看看多硬气 硬气不硬气 这个事如果换成李菲尔老师办 他会扮成什么样 只会更硬气 演唱的版权姐买了 姐可以唱 但姐不唱 姐播放给你听 说着你丁泰生老师 丁泰生 天堵的声音 说人娃娃 这不好那不好 这孩子都说哭了 是像您说的一个作品 任何人都有权评论 但是咱评论的时候 能不能就稍微 就是客气一点 一丁点就行 真的就是这个 不难的 除了一丁性 谁都说得到 真的 就说就娃娃还问丁泰生 你说我唱得不行 那你来一段 丁泰生说我不会 不是老师 你可以不会 但是你不会 你领然个傻 你有什么好正义的 也不是你俩搞对象 对吧 我问你 那你以后会出轨吗 我不会 长江老师 长江老师是这个 让人非常敬仰的前辈 但是跟大家都看着了 前阵子因为不认识蔡徐坤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在网上一顿疯狂地攻击 好几十万条评论 而这些人当中就有我 长江老师 真的你认不认识蔡徐坤 那是你俩的事 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李也行和孟和堂 般配吗 他和孟和堂般配吗 我就觉得 他都不如我和孟和堂般配 蔡明老师也是 跟着凑啥热闹 我本来一直很喜欢蔡明老师 蔡明老师以前 来过我们节目 我还要到了一张他的签名照 我就很高兴 我拿回家之后 这张照片呢 就一下被我爸藏起来了 然后后来呢 我妈发现了 俩人吵吵闹闹 吵了一年多 过年这阵啊 刚平息 袁小姐 您卡 娶了个儿媳妇 谈笑之间 破坏了同一个家庭 两次 蔡明老师 我恨你 我妈也恨你 真的 蔡明老师 长江老师 这个我的表演 马上就要结束了 一会儿咱们挨个上 一会儿总会轮到 你俩表演的 轮到您二位的时候 你们就好好表演 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们捣乱的 谢谢小姐 老舅啊 既然你今天来了啊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 很专业性的问题 想要问问你 你说 就是咱俩呀 在自我介绍之后 还应该再干点啥 我许咱俩应该先分开 行 你都啥飘述了 还干点啥 咋呢 你努力比赛 你必须夺冠 夺冠啊 夺冠我也不会啊 你反思 你被啥啥都不会 你看看王勉 王勉的脱口秀 水平咋样 很一般 你看看大张美 那些破口咋样 非常烂 但是人家舞台效果 就是比你好 比我好 说明啥 说明我还是只能拿亚军 说明你应该搞音乐脱口秀 音乐我更不会啊 你不会不是有我的吗 有你 大声告诉他们我的名号 过期音乐人 别瞎死我 瞎死我 啥 知名音乐人 知名音乐人 我代表作 你没听过吗 去年烂大街 今天没人唱 野狼第四口 你要是真不会说人话 你点头就行了 我那个歌你到底会不会唱 不会唱 不会唱 你点啥 你别急 别急 别急 我记得 我记有两个字 三个字 龙 有彩虹 是不是 是不是 说对没说对 你还能记住几个字 反正就能唱 能唱啊 也能唱 行 但是我看你这体态也不行 我得给你调调建国 唱歌就是 王启巴 王启挺 小腰这个挺起来 挺起来啊 得自信 就是这种 就是穷横 穷横的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对 能行吗 行 真的好 音乐 起 一 大背头 BB7 五次离的067 都被处在霹雳地 低阶臭我也着急 不管多热都不能脱陷 我的皮大衣 全场动作 必须跟我整齐画一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龙 在你右边再画一个 彩虹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 彩虹 在你右边再画个 龙 在你揪手上比过一个 龙 左边右边 彩虹 两个指指 就像两个龙 只像咱腰子 彩虹 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 这样太鼓掌了 音乐给我掐给我掐了啊 不是 你就只会说 仨个人那是字面意思啊 你就会唱 龙 和 彩虹 老弟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来 我来这是干啥的 哦对 我来这是让你夺冠 今天你必须夺冠 我再捋一遍 你一共会唱两句 第一句是 龙 下一句是 彩虹 行了 行了 弟弟 弟弟啊 特别好啊 弟弟 你也算是个直立行走的人 没事没事 没事 这么多捧场的 能唱肯定能唱啊 还是老规矩 唱到你的词 话筒一递给你 你就唱 能不能再来一遍 来 找着节奏啊 节奏 一二三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 龙 还有个人还有个人 我想想啊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 踩 啊 红 哈哈哈哈 哦哦哦 耶 想能安放 那红 龙龙 滴雷雨收 在我的窗前 我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爱莫 龙 泪 龙 泪 龙 泪 爱莫 龙 泪 龙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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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舅 站起来呀 你这个精神头 你得直愣起 你别耽误我呀 不说好好的 你来这里是非 干什么来的 告诉大家 我来干啥啊 我来这里 对 推荐推荐 我新歌得了啊 哈哈哈哈 voodoo 好 choo 宣伍 可以 you bobb 情关大老虎 谢谢